右手邊的朋友列隊換送 還有誰的面子 能比我們國際導演李安還要大呢 我真的好久沒有看到 這麼多真的人聚在一起 我是住美國的啦 回來看到這麼多人齊聚一堂 說不出來的感動 今年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面 為了擔任今年金馬獎主席 李安特地為此反台 欸 既然都花14天隔離了 當然要有值回票價的感覺 卻有匆匆離去的道理啊 4號晚上李安來到新生南路上 這家寬三小 寬麻餐酒館 這店名顧名C就是小卓 小劇小約會三合一的概念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啦 她跟一陶拉庫的朋友 在低效8000元的包廂 香坦順患 氣氛很嗨唷 我的熱情 好像一盆火 燃燒了整個沙漠 喔 地方媽媽無人能敵的熱情 看著兩隻偷偷伸出的鮮豬手就知道了 66歲的李安 體力不輸年輕人 一路從晚上七點多 把酒延換到餐廳打烊 我愛開玩笑 我們大導演可是穿梭在各種 金馬慶功宴的男人 這一丁點應酬 對她來說只是一塊小蛋糕吧 導演微貌微醺的走出包廂 立馬被兩派人馬團團包圍 只好一秒化身人心立牌 乖乖跟熱情的台灣相親合照 架槓而人情味 相比導演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親身感受到了 她腦腆的擠出深邃的招牌酒窩 而其實是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就算內心千百個不願意 想要拒絕也逃不出奶 氣氛這好 這非常冷靜感動 圓末十分鐘過後 立岸終於在眾人湧促下 拎著一袋寬巷子的聯名拌麵 從餐廳逃了出來 嘿 怎麼樣 自由的味道比人情味好聞齁 最後套著老話做Ending 天下沒有不散的言席 換立岸加倍奉還地方媽媽的熱情 逗退路不曉得還能奪去哪裡 認真揮手Say Goodbye 如此甚好的疲勞轟炸夜晚 導演應該可以移覺到天亮囉 娛樂董新聞 感覺心裡非常的 非常的感動 報道